民进党政府原定今年三月起 要解除禁团令 开放国人组团到大陆旅游 结果农历年前又大转弯 六月起停止出团 前总统马英九忍不住开墙 这个政府最奇怪的 两岸关系对我们这么重要 可是我们却不跟他对话 像开放观光 这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赶快对话就解决了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什么动静 来因质疑政府招令细改 没有法源依据 官方署却颁出发展观光条例 提到如果有损害国家利益 情节严重最高可发五十万 并且废止营业执照 还拿出旅行业管理规则 要旅行业不得不遵守管理监督 再度被跑轰 旧法论法 这次的法源依据相当的薄弱 甚至它某种程度 把我们的业者暗示为 说会有叛国的嫌疑 这对我们台湾人民 是非常不公平的 立委还以泰国为例要执意 民进党根本就是双重标准 现在要去泰国的免签是短期的 到五月三十就截止了 怎么没有听过我们的政府 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不让我们有长期的免签 那我们就要断绝 我们就要解除 我们给泰国的免签优惠 国民党立委痛批 政府嘴巴上说要制裁对案 却是在惩发台湾旅客跟业者 甚至也已经侵害到 人民的工作权有违宪疑虑 学者则建议应该离清 政府部门的权限范围 他有没有所谓逾越 这个法律授权这个部分 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到底行政部门 限制人民商业自由的范围 到底在哪里 民进党政府不断强调 两岸要恢复建航有序的交流 学友说组团到大陆 会损害国家利益 蓝军狂轰 交通部跟观光署 到底要用哪条法令 来支撑禁团令 改来改去 怎么自己都说不清 根本就是专制政府的作为 接下来是李俊 职员事务要组台北部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